画面中可以看到公寓二楼冒出些许火烟 而里头没有灯光漆黑一片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烟味越来越浓 赶紧疏散住户 布设水线救援 事发12号凌晨3点半左右 台北市南港区东明街 一处四层楼公寓传出火警 消防人员到场时没有发现明显火烟 而寻着烟味找到二楼并敲门 却没有人回应 随着当时烟味越来越浓 消防人员赶紧疏散住户 在破门救援 再聆听一段消防人员说明 现场火警3点29分接过报案 3点44分就已经出灭 现场有一位民众预防性的救助 意识是清除的 起火点大约在客厅的地方 上面积大约0.5公尺 主动大概人11车29人 那火水很大就出灭 现场救出一名老妇人 轻微呛伤预防性送医 没有生命危险 而附近邻居表示 这名妇人平时一个人住 所幸火灾发生出其中立即扑灭 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